各位麥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雷文 跟大家吃一些馬場花生 踏入了8月,遲些就會開始有大集 但是什麼時候有大集呢? 竟然連我們的田泰安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有大集 反而要問傳媒朋友 究竟什麼時候有試集可以為夏季準備 但是田泰安竟然已經提早了神科 究竟是為哪個馬場去神科呢? 各位看片之前可以先給手指公按讚 另外可以免費訂閱雷文的Youtube頻道 以及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說到現在香港的大社會衛生情況 各位外遊出去玩都不能夠稱心如意去進行 騎煉也是人來的 都是跟市民一樣的 所以想出去玩都不容易 一直在看著花生片 好像潘頓、蔡明少 田泰安這些 都是自己各自去找些酒店 去做一下一個叫做staycation 即是這個酒店住的意思 一直在流宿,玩玩玩玩看 那 田泰安今早已開工復課 之前周同學和陳家熙都有開工復課 但田泰安今日的復課 有些玄機可以給大家參考 這次上季已經一直跟大家提及 田泰安上季一直幫蔡粗很多很多的馬 但上陣時不是田泰安期 雷文的拆局覺得田泰安已經佈下伏線 你看看我多勤力神仙 雖然你有莫雷拉 但你也不要不關照我 萬一拉叔有什麼突然間的情況 停賽各樣事情都好 也有田雞在 所以田雞也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人 明知阿塞被莫雷拉插進去之後 依然不斷為阿塞操馬 雖然不是他出賽 但都很努力去拍阿塞這個大碼頭 既然是這樣的 今天田雞這麼早就已經去復課了 為了什麼馬呢 為何為了這隻馬 單單獨獨操一隻阿塞的馬 一早就來神操呢 全招呢 他就是為了阿塞騎操這隻一定讚 去內圈度步 不是跳的 而是度步 讓人們八卦一下 為何阿塞騎你這麼勤力 是吧 即是休息時間 應該都沒有這麼早出來神操 他說其實他自己想著 都是下個星期 或者稍後才開工的 他說突然間阿塞神仙 就找阿塞泰安 是阿塞神仙主動的 不知是否就是菩薩心牆 即是 見他上季都這麼勤力 經常幫我操馬 雖然他們都有合作有贏馬 但是有很多馬 好像什麼魅力漢子 首飾傳奇 這些人講過很多很多次 這些馬 全部田泰安有份插下去操 但是上陣全部都不是田泰安 打動了我們阿菩薩心牆阿塞神仙 菩薩和神仙都有些關係 他就說 今天阿塞神仙主動叫田泰安 為得不得閒 你過來幫我操馬 開一下工 田泰安上季都已經是插針 這樣插的 鋪定條伏線在這裏 應該在電話那裏 當然不斷在那裏 他說沒有問題阿塞 我來幫你操 阿拉叔 應該阿拉叔 抱著女兒 還在過癮 大家都看到 田泰安是一個頗勤力的人 頗有部署的人 如果拍著 阿塞的質身子彈 那真的冠軍騎士都可以做 他就說 是阿塞神仙開口叫我 田泰安還笑笑口說 他說新一季 希望可以得到 阿塞神仙 阿塞神仙 就多些支持 你看看我阿神仙 這麼努力 幫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打個電話來 我馬上摸都摸到 來幫你操一隻 一定贊 還要不是跳 去度步 其實看上季 雖然阿田雞有很多操馬 操了阿塞的馬 沒得上陣 但是阿塞也曾經有不少馬 給田泰安騎 尤其是榮志健先生的馬 田泰安都為阿塞贏過6分 雖然跟莫雷拉沒有得比 但是這些就佈下了一個成功的復仙 看看蔡神仙今季 會不會多些關照田雞 包括6分 當然是包括華雙會盃的聖德精彩 其實田泰安為了阿塞提祖 過來操馬的時間 既然都到了場了 既然都是這樣 既然有其他馬房都可以找他操 他也有幫阿沈雜成 這位季初急先鋒去操馬 至於田泰安身為一個職業的騎士 他竟然問回傳媒朋友 暑假什麼時候才開始有試襲 好像急都急不及 急都急到賴 希望早些有試襲 看看是不是真的為來季 來一個急先鋒的搶功 這位季剛才說過 除了田泰安 今天一早就開工 阿塞打電話給他 既然說到陳家熙 上季成績 認真一般 自從過了底之後 成績就不斷有些攀升 由羅富全馬房 贏了高友之星之後 就過了去方家柏 過底還是過面 不知道 過了去方家柏馬房 總之上季過了方家柏之後 頭馬成績陸續有些攀升 其實他上一季 就拿頭馬數字 就認真一般 其實他第一季來拍香港拆騎 就已經拿了9V 第二季拿了22V 大家記不記得 跟阿黎文老朋友 一些的朋友 當時葉楚行馬房 經常都支持陳家熙 那時候經常爆些爛門 阿黎文差不多一場都爆得中他 但是上季始終 在羅富全馬房 得不到支持 去到12月才憑著 阿黎文都當著的高友之星 就終於贏了 其實呢 過了去方家柏馬房之後 成績就有些改善了 全季都叫做7WIN找數 上季全季7WIN找數 跟大前一季呢 有22WIN 真的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 算賺錢已經賺少了很多 現在跑馬呢 最緊要不要說之前 不如說以後啦 那你都做自由生騎師的啦 阿嘉熙是吧 他說呢 我要需要 就要開拓更多的線路 首先當然呢 就找他前師傅邦家柏 就招一下馬騎啦 其實呢 阿葉楚行前一季呢 都幫阿嘉熙給了很多實力 給了很多實力馬去搏的半冷門 他說他都會找阿葉楚行去爭取坐騎 至於條線路怎樣踏下去呢 他說呢 慢慢他會呢 就向更多馬房 就爭取各方練馬師的支持啦 其實呢 原來他未去外國受訓之前的陳家熙呢 經常都為葉楚行 試馬啦 試襲啦 所以呢 就已經打好了關係啦 當他說 想回當初他回來香港呢 其實呢 葉楚行都支持我不少的 他說希望新一季呢 可以得到葉楚行的支持啦 亦都希望得到更多練馬師的支持啦 他說呢 我現在做為一個自由身的騎師呢 都要多些去風火台那裏呢 就要去黑銷一下自己啦 希望和各位倉主打好關係啦 那至於呢 究竟呢 為什麼會轉了去方家拍馬房的呢 現在就不如 讓陳家熙說回頭 為什麼會過底啦 其實陳家熙呢 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上季的季初的成績呢 一路都是這麼差啦 那麼十二月之前 一場頭馬都沒有呢 曾經啊 家熙呢都感到心灰已爛的 哈 整個人都沒有了自信心的 好似這紋約女仔出街啦 是不是 約了都被人派過檸檬我吃的 自信心就下降啦 他說呢 曾經都想過放棄呢 就不做騎師的啦 但是後來呢 就去跟建習騎師學校校 校長呢 跟羅富全做了一個商量之後呢 那再加上 方家拍放了消息出來呢 就願意收陳家熙為圖喔 那所以呢 結合了這些種種原因呢 那所以就決定呢 就是過底去方家拍馬房那裏呢 就希望盡地一煲啦 但是呢 陳家熙亦都很懂得說話的 他說他亦都很多謝羅富全一路的照顧 以及教導的 上一季啦 方家拍季初說話都很老實啦 一路都說想爭冠軍的 那一路馬不斷搏完又搏搏完又搏搏完又搏 搏搏完又搏 那麽雯和老友又中完又中了 那麽雯呢 最後呢 方仔就爭到冠軍啦 但是呢 他師傅呢 未去到季尾之前 曾經好像有一個月呢 都拿不到頭馬 整天搏搏比試的嘛 那一陣子呢 和蔡神仙呢 就不斷在那裡 實牙實齒搏啦 其實呢 就曾經的蔡玉漢的數字呢 頭馬呢 就已經超越過方家拍的啦 那當時陳家熙呢 就是剛剛那時候呢 就轉了去方家拍那裏了啦 所以呢 外界呢 就有些批評啊 陳家熙呢 究竟是腳頭不老禮啊 還是呢 方家拍給他機會呢 都交不到成績啦 所以呢 印尼都不少負評的話 那他就說回來啦 他說呢 自從我自己轉了方家拍啦 那方家拍一直都給不少支持我啦 再鼓勵我啦 他說就算不是啦 日日 賽馬日都有馬比我騎呢 但是呢 就都有不少實力馬交到他的手上啦 那麼 陳家熙呢 都是這樣去讚回方家拍的 那麼 他說啦 他說 方家拍一直指導他啦 和賽日 跑馬的時候 之前呢 之後都和陳家熙呢 商討一下戰略啊 和跑完回來呢 都要做一個檢討的啦 大家都記得有一次呢 他就過抵了沒有機奈 有個盡著市呢 那麼就輸了給阿丁冠濠那隻 變數呢 那麼就沒斷了 兩隻馬兵叮蹦蹦 這樣呢 回到來應該都被方家拍散到立立令的啊 他說啦 其實啊 方家拍都幾看他的啊 遊說好多馬主呢 都希望呢 那些馬主肯給機會呢 就說陳家熙上陣啦 所以呢 他都很感激啊 咖喱方的啊 他說 當我曾經想放棄的時候呢 那麼方家拍當時又想爭冠軍啦 啊 方家拍的啊 這麼正面的思想呢 就改變了剛剛想放棄的陳家熙了 啊 就是一個本來借了的人呢 那麼突然間見到一個紅心萬象的人呢 那麼又點起了那些路火啦 啊 就是好像周星馳那樣說啦 是不是啊 哎呀 我漲爆 現在要爆啦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雖然啊 陳家熙說有 經常都有些負面的想法啦 但是呢 方家拍好像呢 就是心理醫生那樣哦 一路一路這樣 建立回陳家熙的自信心哦 那麼去到季尾啦 啊 陳家熙的心態呢 也都放鬆了不少呢 那麼更加就不要給自己這麼大壓力了 那麼就知道呢 在一個劣勢的情況 那麼遲開齋呢 都叫做拿了7V 那麼他最滿意呢 就是和雷文一起中過的 那麼那兩隻叫做開心大師 大家記得嗎 那麼 自從1400嚴短縮過來 搏了第四呢 接著在1600就連結兩場 若然雷文沒有記錯啦 那位老友都記得啦 那麼連續兩場冷門的開心大師的勝仗呢 他是最滿意的 那麼雷文同班老友都覺得不錯的 麻煩了啦 家熙啊 那麼葉楚行的冷馬又中到啦 那麼方家帕的冷馬都OK的 他說雖然呢 開心大師又不是什麼高班馬啦 不過呢 方家帕始終都是保持得他好好嘛 他說呢 剛剛 開心大師所贏1600那兩場 他說他的後上姿態呢 基本上可以說是輕勝對手的 那就是可不可以再更加呢 各位自己想想啦 他說外界呢 就證明自己呢 都不只是一尾想放頭 因為前一季 那些冷門多數都是放的嘛 那麼這一次呢 就證明了自己呢 連後上馬呢 都可以騎得定啦 他說呢 方家帕賽前的指示呢 都是叫陳家熙早段要留著這隻開心大師啦 直路就拉出去就衝啦 他說好幸運啦 這兩場的形勢啦 和祭雨呢 都配合到呢 這隻馬的跑法喔 他說我就跟足呢 就是方家帕的指示啦 還有再加上自己的想法呢 終於都為這隻開心大師呢 就拿到連接啦 那其實啦 那麼陳家熙呢 的成績呢 就現在下一季要轉做自由身啦 相信呢 就不是那麼容易呢 就去找到那麼多座騎的啦 那相信比起另一位 余逸方樽的周俊樂同學相比呢 那大家都是見雜新啦 但是陳家熙呢 那真是頭馬啦 支持度啦 還有成績都差很遠啦 那麼他自己又認為是關鍵呢 就是支持得不夠多啦 經常要坐懶板椅啦 那麼馬圈大家都知道的啦 交到成績就個個都說手指弓的 總之不知隻馬背你回來又好 自己騎上來就好啦 總之背到回來你贏了場頭馬呢 那個個都說你騎弓好的啦 那麼左閃右閃啊 那麼外界啊 對陳家熙呢 經常都有這麼多負評啦 又去了淘寶買東西 不是負皮啊 是負評啦 那麼陳家熙就說啦 有時心灰意難自信心呢 都搞到我想放棄的啦 那麼這文在這裡說啦 那麼陳家熙呢 那麼希望你可以找到多些支持啦 因為跑馬就跑賠率的嘛 隻馬有實力的 開心大師的 是吧 有實力的 你只要不要發揮有太大的錯誤呢 那麼找個賠率就已經對一個直駁的馬匹來講呢 只要你正常發揮 那麼產了進來三三四四呢 就已經是有銀收啦 那麼今天出到這裡啦 請看 你 莫尺 撒 得